小时候没有接触过太多稀释的糕点 用蒸锅蒸出来的发糕就是美味的点心 长大后学会了烘焙 反而特别怀念质朴的发糕滋味 首先将红枣驱合 和葡萄干泡在水中备用 将酱母粉倒入温水中 搅拌均匀 再把普通面粉和白糖混合在一起 然后往面粉中分次倒入酵母水 搅拌成粘稠的面糊 接着取制容器 给容器内部包括丝壁都抹上油 倒入适量的面糊 盖上保鲜膜 让它自己在温暖潮湿的地方 发酵至原来体积的两倍大 再在表面上铺上泡开的红枣和葡萄干 接下来就可以蒸发糕了 蒸锅中水烧开后 放入刚才发酵好的面糊 盖盖子之前 要在锅上覆盖一层纱布 这是为了防止水滴下来 造成孔洞和塌陷 大火蒸30分钟左右 关火后不要立刻揭盖子 要再焖五分钟 取出 切块 点心做好了 少不了汤来配 红豆陈皮汤就很适合 红豆要提前一叶泡发好 然后倒入锅中 加一片陈皮 我用的是新会陈皮 然后加适量的水煮开 再加入冰糖调味 轻轻搅拌 早上起来 来几块绵软的发糕 配上温暖的红豆汤 元气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